大家早安 接著全球現場 我們先帶你來回顧一下 在昨天的這起事件 就在4號的時候 菲律賓他們說再度派 這個運捕船還有海警船 完成對仁愛礁海域這邊 這一艘馬德雷山號的補給 但是呢 當然大陸的海警 則是表示他們也有一些動作 是依法進行有效規制 全程跟間 詳細的事發狀況 請國際中心記者劉子瑜 帶我們一起來還原 是的 中國畫面中 可以看到兩艘菲律賓船隻 被大陸海警船前後包圍 地點就在南海最正義地區 這起中飛對峙發生在4號 菲律賓兩艘補給船 和兩艘海警船未經大陸允許 擅自闖入仁愛礁附近海域 完成馬德雷山號補給 而大陸海警船在當天深夜表示 已經依法對飛國船隻 進行嚴正警告 堅決反對菲律賓向 坐貪軍艦運送違規建材 不過在這之前根據飛國國家特遣部隊表示 這次補給行動是受到 飛國總統小馬可氏的指示 就算當下受到大陸海警船的攔截 飛國兩艘補給船仍然在 飛國海警船的護航下完成補給任務 飛方也表示補給任務符合國內法以及國際法 而大陸海警則是宣稱 對這次飛國船隻擅闖仁愛礁 進行有效規制 根據陸媒報導 這代表大陸對於南海的管控 已經提升到更高層次 以上是現場最新情況 交還給棚內主播 好 我們繼續就帶你來分析 這一期 這是大陸跟菲律賓在南海的主權 正現在再度引發了一些事端 由於這個菲律賓 他們四號是派了補給船 還有海警船完成 對擱淺的這個登陸艦 馬德雷山號的補給 但是當然中國大陸對這一艘船艦 一直說他們是坐攤 也就是非法在仁愛礁這邊擱淺的 大陸海警船在昨天深夜的時候 也隨即發布了他們的回應 表示說海警是依據 有依法大陸的法律 是對菲律賓的船隻進行嚴格的跟堅 全程都有跟堅 更是有效規制 好 用了有效規制這四個制 好 當然也就是說 這是堅決反對非方對於這個坐攤的軍艦 運送違規的建材 好 但是呢 菲律賓方面他們也說了 這一次是根據的是 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氏的指令說 儘管大陸的海警船還有民兵船 有試圖攔截跟干擾 但是還是成功完成了補給 那菲律賓也說這是例行性的補給 也是說對於馬德雷山號的補給任務 是維護了他們的國家的安全 還有國際法常規行動的一部分 但其實呢 兩國的爭端其實在這幾個月以來 很多次都發生了 好 尤其在上個月的時候 菲律賓海警他們是大動作拆除的 是大陸在黃岩島這邊設置的浮動裝置 當然當時也引發了大陸的不滿 好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 汪文斌當時就批評了 就是菲律賓方面所謂的行動 他們是自娛自樂的鬧劇 但是可以注意的是 先前大陸外交部 他們是要菲律賓不要挑釁姿勢 但是這一回海警局 他們用的字眼是比較強硬的 說有對於菲律賓的船隻是有效規制 而且是全程跟肩 當然也是這樣的說法 是引發了一些關注 因為有些大陸媒體 他們就分析了 這可能就是代表相關的單位 就是大陸的海警的部分呢 已經對相關的狀況 做出了充分的預估 還有判斷 也可能未來有一些處理的手段 也是顯示出 中國大陸對於南海的管控 已經上升到了高層次了 好 對於中非之間 在南海這邊的爭端 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是 他則是表示說 非國是在避免任何的麻煩 也避免激烈的言語 他說菲律賓是沒有要找麻煩的 但是要捍衛的 當然就是菲律賓方面的 領土的安全 還有漁民的權利 好 我們持續帶你來分析 這是中非之間呢 現在在南海 包括了先前在黃岩島 還有仁愛礁這邊的爭端不斷 現在前立委蔡正元 他就分析了 大陸對於菲國 他們擱淺在仁愛礁的 馬德雷山號 做法就是用時間跟他號 但是在黃岩島這邊 由於他有一個戰略位置 爭議是比較麻煩的 因為背後涉及到的 可能就是美國想要用 蘇比克灣作為他們的海軍基地 一起來聽他的分析 比較麻煩的是黃岩礁 黃岩島 黃岩島 為什麼黃岩島 他叫蘇比克灣的 這個西岸直線距離 一百公里 美國一直想用蘇比克灣 重返蘇比克灣 作為他們的海軍基地 那如果是黃岩島上面 中國解放軍在那邊 裝幾個導彈 那個船怎麼辦 當然有美軍放話 如果你解放軍 敢在黃岩島裡面 做這個導彈 我一定好好把你轟下來 是嗎 那解放軍如果真的裝了 你就試試看 就看誰 為什麼 因為你蘇比克灣成本比較高 黃岩島成本比較低 所以這個有時候 美國軍人講話 也都不經過大腦 但是這個整個佈局 其實美國是收拾菲律賓 在破壞南海的和平局面 好 持續來看到這一位 也是這幾天的熱搜話題 這是大陸官媒央視新聞 他們每天晚間固定播出的新聞聯播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黃金石 時段 因為他是負責宣傳 中國大陸政府的聲音跟權威性的節目 那在昨天也就是五號的時候 這節目當中首位90後出身的主播 王英奇 這是他首度亮相 當然受到大陸網友的討論 好 他是首位登上新聞聯播的90後主播 亮麗的外表 其實過去他在央視實習的時候 就被說是最美實習女主播 甚至被大陸媒體形容是小劉亦菲 各位觀眾晚上好 晚上好 以下來看詳細報導 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這個倡議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就是探索遠親近臨 共同發展的新辦法 開拓造福各國 匯集世界的幸福路 王英奇他是1991年出生在江蘇的 他在2009年的時候 是以大陸全國前20名的成績 考入中國傳媒大學 由於這個新聞聯播 他是北京當局非常重視的一個時段 因為他們常常在這個時段 發布他們重要的新聞的發布 還有一些政策的宣導宣傳平台 因此作為首位登上主播台的90後 當然是格外的引發大陸網友的關注 而目前在大陸社群媒體平台 相關的話題已經累積超過 1.1億次的閱讀量 當然有些網友也感嘆說 這個行業的更新 換代 改朝換代 也是不少人都送上了支持還有鼓勵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下集團 請下集團 請下集團